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讨论两件事 虽然这不是一个财经节目 但也不是一个时事节目 今天早就有个小女孩跟我讨论 那个伯父做了一件四十多岁的同胞 那件四十多岁的同胞煲了一手凉汤 那伯父的子女眼见钱都将会被人冻了 不如我先拿去吧 不可以说拿字的 我先保管 不然你怎么怎么 好像昨天某大电视台 又弄了一件事 其实第一家事 留给他的家人自己决定好 我们不要做社会盘观 第二 今天跟我讨论那个小女孩也说得对的 那伯父就是喜欢那个人 那个人就算是放明是骗他的 如果那个伯父是心甘情愿的 那做子女的也都无可奈何啦 是不是 那我补充一句 那又是 因为我其实没什么立场 这些事件 我觉得那又是 假如那些子女一直都对我伯父好的 那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走出来啦 我伯父都知道那些子女对他好 所以就不会出钱那么多事了 可能 因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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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当然是说 我现在整个第二件 你关你鬼事吗 这些钱是我的 那样 那样子女就说 哎呀你不要被人骗了 那样 如果你说 之前一直以来 阿伯和子女都是关系好 虚寒问暖那只的 那应该 就不至于落得如此 难堪的下场啦 所以这些真是家家有本难捏的敬 我都没有立场 我跟今早跟妹妹仔讲完之后 我都没什么所谓 总之 你说是骗也好 你说是心甘情愿也好 怎样都好 但是都是这样说 我觉得 如果你拿几球出来 要整个晚春的 整个年轻一点也好 你不要整个这样 虽然他是想 煲得一手好汤 可能是 但是都 整个年轻一点 出去吃饭 喝个好汤都可以的 没有什么立场的 这件事我 就是一个年纪大的人 没有什么立场 那第二件当然就是 刘世良啦 我这件事我绝对有立场 我都免得在那件偷上事件 或者不是偷啦 骗啦 拐啦 偷骗拐骗 偷 他一定应该不成立的 骗拐骗都事但需其中一份饿 我说摩华的啦 曾经有人跟我说 就说呢 曾经有人质疑一个人 就说 喂不是哦 我捐一百元 我货金一百元给你 你就说是有什么目的的 那你好像最后拿了二十元出来的 那剩下的八十元 那你又好像败了 那个答的呢 就很易正言辞地说 不是我出声 他连那二十元都没有啦 就是他现在有这二十元 都是因为我 就是言下之意呢 我败了那八十呢 都真是非常之正义的 因为没有我那么正义 他连二十元都没有 那那个人当然问那个人 当然是说 喂不是的 早知道我那一百元就直接给他啦 我小鬼给你嘛 那你就说到好像交给你 你交给他 好像方便快捷那样啊 那原来你中间是结了八十元的 剩下二十元过去的 那我就争辱了 那位仁兄当然觉得 说得好像慈窮啊 好像没什么道理那样啊 那跟着 那就犯罪了 那些人就犯罪了 那些人就犯罪了 哎 我不是说什么 拿了你那八十元 而是 那八十元给他 他都是做到八十元的东西 但是我拿着你那八十元 你那八十元的东西 可以做到变了八十元 然后八十元呢 我给他 那就是你一百元呢 你表现我给了一百元我 我给了二十元他 他就是二十元 你给了 我保持着你那八十元 八十元给了八百元 最后呢 我给了一百八十元 他就变了八百二十元的了 都没得说啊 那你说 那你说 之后变了八百元 之后变了八百元 又没有人知道 你又没有给到他 也没有人知道 这些事情呢 就近这几年呢 就经常会发生的 经常会发生 但是你去到 一个九十岁的伯伯 又于心何忍呢 是不是 啊 何必呢 何必呢 还有就是说 我骗了你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赚到钱哦 赚不了很多钱哦 那就不当骗了 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 难道我拿把刀去老套 谁知道你这个人没有钱的 我老套不了 只有几十元而已 我套得了几十元 那又不当老套吗 那我也是叫老套的 是不是 这些人是没有道理的 也不是一个读书人 应该说出来的道理 啊 comment完啦 不是 不comment了 所以我今天就说了 这帮粉丝要支持他 支持他做什么 支持他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啦 但是你在社交平台那里人家托他 你又在那里扔的 扔回头没什么意思 你货金啦 人家都是想要货金而已 姓劉那位都是要货金的 搞那么多东西都是你货金 跟着他只要货金而已 那你货金就可以了 是不是他不会多谢你的 你跟他说了多少歪曲的事实 他都不会多谢你的 因为他要货金而已 你讲没用就货金啦 早晚三餐不停货他就可以了 他没什么所谓而已 走得出来 就是预计了你货金 去收钱而已 对吧 这些是不是吃人血饅頭啊 各样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叫人血饅頭啦 但是他真的需要货金 你是他忠实的 那你就货金咯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说这么多干什么呢 货金啦 哪里货金啊 这里货金啦 唉 这个世界你已经是弄得 弄得咬不直的了 真是算吧 货金啦 是不是 货金 唉 我觉得货金是最好的 记住这里货金 哈哈哈 好 我先讲讲市场 市场终于不用连升12天了 今天就应该断纳啦 昨天做了红的 恭喜你啦 昨天做了牛的 今天被人打百多点下来 不要灰心 不要放弃 市场仍然是强的 市场仍然是强的 不觉不觉又可以抽回上去的 哎 报一下外围啦 哎呀 那油就真的很不对板 昨天我说 看着78.5 他今天油78.5大位 油今天是最低 是做过78.56的 那看着 他油穿78.5 77元 背后的了 看着 美剑 美剑 个人 10517 美剑 得意 10年美国债息 4厘48 Bitcoin 63 225 63 225 我的ETF昨天就走了 我不是说 都可以起个机 我昨天那只 ETF 那只 Bitcoin ETF 那我8元 鬆跌 8元多一点点 我走了 那我走了 那我走的原因呢 就是看看美金跌下去 Bitcoin都是64.4 想不到多少 六万四千多 就鬆一点 那我想想想想 除非我看那个美金会再跌得多 落到104 103 如果不是 Bitcoin这一阵 五万六 左右飙升 六万四 应该都是 短期见顶 所以我8元鬆一点 我走了 果不其然 今天下回7.9 Bitcoin就下回6万三千多元 这些 不买得住 你拼它 升完跌下去 再升回 未买得住 你都等到Bitcoin 落到6万元才再 短的 短的 那我再继续看好Bitcoin 日经 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九点 我都说买日经 上个星期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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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像刘世良 我是说了 买日经 我看日经 就看看四万点走不走到 今天升了五百多 我看日经升不走到 好 说了 日经就一定要配合 那个Dollar 不是 那个Yen 154.49 154.49 那 我都在那个Range 152.158 这个 就是今年 整个日 就是Yen 那个Range 星期六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 勁科金坡 我说了很多 152.158 这个位 想唱160的话 今年 索利 只有智者可以在160这个位置 唱到Yen 恭喜你 你有幸目睹这个智者的面貌 就是我了 今年应该看不到160 但是你160想唱 下年应该会唱到 160更低 但是今年我想它会死顶着152.158 这个Range 你看到美元也即一跌 美元也即一跌 你的Yen不要搞搞震 等着5月 看看6月 在阻止 会不会开G7 大家围着日本来打 跌了 日本说 直田 昂田 或者大块田 你叫我跌的 你说OK的 不断打他的头 跌 你说可以的 为什么打我 跌得这么急 哎呀 sorry 我不应该跌得这么急 我应该有罪地跌 跌太急 大家都害怕 I am so sorry 所以我想152.158 所以 Yen在这个位置 OK的 不湯不水 不上不下 154.155 这些位置 所以既然Yen 大家在160这些位置 很多智者 很多智者 都在160这些位置 我想星期一 上星期一 上星期一 已经唱到爆 Yen 那你怎样 上升到154 上升到154 赚了它 那当然不会 那又做什么呢 下回日股 在日股上 倒一转 倒一倒 可能倒到四万点 所以上星期说 日股 Bitcoin就是这样的 Bitcoin是第一个到位 日股 看看会不会第二个到位 日股看高一点 我比百分之一 就是4万点 OK 还有什么报道啊 金 2332 星期六我说 就是 金要买回了 因为2400 百多 金都是卸了100元 不是卸得太急 金都有了 unde恨了 $3300 $3300 以该是支援 这位 Morning 需要上厨 或者金 拼着他下一回合 $2500 $2600 还要上厨 金 θα我们买回 would 晨星币 7.218 昨天就当时着了 神星币 inator 7.2,你看到日本也升了,我神星肺,輸了一口氣 就不用G7了,給多一個人回答,上去7.2,正路的 所以記住,金,金金金金金,三口,Bitcoin中,日股未得,日股未得 中了都課金,我現在是流勢良化的,不停叫人課金 他欺負我,課金,我欺負他,課金,課金全部給我 什麼課金都給我,現在整個RF,整個台都是流勢良化 記住,流勢良化,所以我們每個節目不停叫人課金 萬大事課金,到目標位課金,不到課金,叫你買 不升,課金,全部都課金 什麼1024,什麼老千啊,1024,做什麼啊 怎麼會這樣說人,你有沒有課金啊 沒有課金就不可以說人是老千 課金才可以說人是老千 好,那題目就是終止11年升 我都覺得市會18,200,18,000點都可以買 未到我又不急,所以我其實沒有什麼搞過港股 我剛剛說了,上個星期比特幣,今天可能會金 我都不太有空去搞那個港股 所以我覺得你要課金 不太有空搞那個港股 沒有什麼好搞的,港股 昨天我都說不如把紅的700,今天跌的 不是開玩笑的,今天跌 但是我都沒有做到,因為我都 我都現在都一注 我都一注的 一注分幾寸這樣來做事 總是窮到這樣,所以記住課金 大部分的錢,那些定期我都還沒拿出來 所以我沒有錢,記住課金 我覺得18,000,182的位置 你博反彈會比較安樂一些 而18,000的位置 也都是有少少兩頭不到岸 那你說會不會見到19,000 一步一步來,見到19,000 那你,19,000又輸4比0 所以我想暫時還沒見到19,000 那看著,譬如下到182 你駁回到188 那些位置 起碼有600點 那你現在185 那些位置走去玩的話 你不是說一定會見到19,000 其實空間不是太大 所以我寧願等一等 但是如果你說等個市 好像金一樣跌也跌不到 184啊這些位置 你也要搶發 你看形勢,就是沒有說哪個位置 一定要最佳時刻去買 你真的要看形勢 那你一直看的過程當中 你記住課金就可以了 OK 對了,另一個題目呢 今天就是 假如你是巴菲特 那不是我是巴菲特 我絕對不是巴菲特 那如果你是巴菲特 那你就想了 那昨天四點之前 財經也說了 那他就沽了一些蘋果 那他就沽了一些蘋果 那一隻手呢 一個九十幾歲的阿伯 又沒有一條女兒幫他煲湯 那他拿著幾多個億 那那個阿伯只有幾球 那巴菲特不知道有幾千億 他買什麼很有啟示性 那他買什麼 那我又不覺得他會拿著 但是你要想他會做什麼 當然他可能是幾千億課金給劉細良 那我有幾千億 我會馬上課金給他 然後買那本書 課完金再買書 那就最好了 買書再課金都可以 那你要想 巴菲特會做什麼 但是他上次 他說買日股 兩萬多點跟我買日股 跟著也升到四萬點 那所以他的impact一定有在 他的影響力一定有在 但是問題就是 回到兩個幾星期前 我說 妻不如妻妻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賭 偷不賭不賭 人人都偷賭 只是你偷不到 這個道理 那會不會他走到香港那裡呢 就是可能是 到最後偷不賭的都沒有到港股 不知道的 真是 那就看看誰是妻 在巴菲特的眼中 誰是妻 誰是妻 誰是偷 誰是偷 誰是偷不賭 OK 你就去看 如果說 不是啊 他估了蘋果買港股的 就真的三萬點都可以 因為他近年都是 一倍 OK 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會去哪個市場 或者是你猜不猜到 或者 你猜到 你敢不敢下注下去 是不是 我都說 這個世界 除了我和你之外 這個世界很多錢 當然最有錢的劉細良 這麼多課金 很多錢 那究竟那些錢 會放在哪裡呢 這個才是那個命題 OK 不是說 你賺不賺到一個低位 不是說 你賺不賺到一個低估值 不是說 你賺不賺到一個跌到很殘的來買 跌到很殘 只是你主觀的願望 很便宜是你主觀的想法 你覺得便宜 全世界都覺得貴 是沒有意思的 明白嗎 港股跌了二千幾點 不是港股的公司特別厲害 不是特別厲害 而是跌得特別多 所以它做了一個低位反彈 所以你要明白這個分別 所以我昨天說 你現在去到一萬八千幾個位 你要再上網當然是二萬點 是不是很正常 難道再說一萬九嗎 是吧 漫九都輸四比零 你一定要想清楚 動高床板 你要以巴菲特這種top down的 由上想到下面的人 最頂的那樣東西 就是經濟那樣東西 OK 港股由低位反彈 或者中國由低位反彈 是不是一個基本因素 或者經濟上的改變 導致這個反彈出現 患事純粹就是跌到仆街 所以按個按鈕就買回去 二千點上去了 買完上去之後就收工了 不知道的 你要想這個經濟面 是不是 現在中國的經濟數據 都是非常之 需要有些 有些調節的 當然就是在內需那裡要加快 所以看到這兩個星期 中國政府都不停出招 今天就那些 基本上 接下來全國內房限購令都會取消 因為北京都取消 北京取消其他的上海 廣州 什麼什麼都會取消 就是說 限購令 告一段落 但是問題就是限購令告一段落 是不是會令到很多錢 進入樓市裡面 跟著 在樓市的錢 spread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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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財富效應呢 就算你的錢 走回樓市裡面 樓市就是一個很大的無底深潭 黑洞 可能他做不到那個 那個財富效應 因為樓市沒有錢流出來 那些錢進去之後 只是填了一個 填了一個 填了一個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這樣去代入巴菲特的想法 究竟現在 香港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是怎樣 從而你想一下 一萬八千多的港股 有沒有條件再上到兩萬點這個位 因為兩萬點才會合理 你這個位置進去的話 兩萬點才會合理 你不是兩萬點 你搞來幹什麼 那你除非你很短打 我禮拜六都說 我現在全部都是短打的 我不是說不兩萬點 我也想 我也說不要那麼黑心 但是就短打 一陣有三百點 有四百點 當然要吃 跌下來的 那就看一下位置 打算不打算反彈 跌下來的 打算不打算反彈 或者跌下來 我再踩一腳 到時候再一步一步這樣想 但你首先要長線一點 你想一下 你是巴菲特 你拿著一千幾百億 你究竟你除了課金給他之外 你還有什麼做 你真的要想這件事 沒有的 他可能一個屈尾十買回美股 你想一下NVD 即是氣得你啤啤聲的 上兩個幾星期跌到七百八十幾 應該是七百八十幾 嘩我真的拍了手掌 終於等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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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到今年年底 你最重要是有耐性 做不到就任由他 買不到就算了 下次來過 嘩 旁邊很多人賺錢 任由他賺 他這麼多課金 我們沒有課金 課金這裡 我們沒有課金的 就給別人賺 沒有辦法的 真的沒有辦法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無窮的耐性 跟他玩個拉力賽 不要說一注覺 我現在看兩萬點 我一萬八千五 我衝了 我一定是兩萬點 三萬點 四萬點 上到就過癮 上不到 就真的一棍 嘔你下去 一樣 上兩萬點 跟嘔你下去 我覺得百分比一樣 所以你記住 現在全世界 任何一個市場 都看著巴菲特那塊錢 但是最慘的是 巴菲特買完才告訴你 就像當日股一樣 買完才告訴你 我買了五大雙蛇 吹到你啪啪聲 還有新尖地教堂 第二輯已經是上了 但是你要記住 現在是五月 這一集的 或者未來的新尖地教堂 其實是二月的時候的事情 所以可能 雖然我新尖地教堂裡面的內容 是沒有一個時間性的 但是可能會 有些是會有時間性的 就是你要記住那個時間 你接下來的節目是五月打猴 逐個禮拜上 但是那集節目錄的時候 是二月三月的時候 還有新尖地教堂 也都不一定是講財經 是講 我記得其中一個禮拜是講一宗 我記得了很久的 國內一宗 很gap的大笨賊的case 大笨賊與智… 智慧營公安涌破大笨賊 對 免責聲明 以新術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世界中央部 教會議 將審議 教會議 教會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